你有啥要素的吗 他有拖延症 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习惯 他拖延症 拖延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有一次 我俩一块去坐高铁 然后我在楼下 等了他一个半小时 他才下来 下来之后呢 我就说赶紧 赶紧 赶紧 不然一会儿就迟了 然后他也很不耐烦 到了高铁站 运气好 赶上高铁 然后他还反过来说我 说我怎么这么啰嗦 问题是我觉得 咱赶高铁 不可能每次都靠运气来赶吧 那也有没有赶上的机会 就有一次我俩坐飞机 就我们俩已经在路上了 走到一半 他说他东西往酒店 然后就跑回去拿 然后飞机就延误了 延误之后我就没有回学校 然后我的篮球比赛 也被耽误了 害得我们篮球比赛也输了 你篮球比赛输了 你不能怨我呀 你们篮球队 就因为你一个人不去 然后整场就输掉了 我觉得这是团体能力不行啊 况且你说 你要是主要队员 就算了 你还是个替补 你着什么急 篮球比赛这个东西吧 它是个团队协作的 不是说五个人打 那总有人体力不支 需要替补来换上去 对对对 有一种说法 一个队能不能赢球 主要看板凳的深多 我不说篮球这个东西吧 那我就说 你平时出门吧 他有个习惯 就化妆的时候 他喜欢看剧 看剧看到精彩的部分 他就停下来化妆 他就看剧 然后看个20分钟 看个半个小时 他再想起来 我还在化妆 然后再转过来继续化妆 他化妆 还有他拖延 我已经摸出了一个体系 他一般给我说什么 我现在开始收拾了 那估计还躺在床上玩手机 然后跟我说什么 我已经在路上了 那可能刚出门吧 车还没坐上呢 他跟我说 两三分钟 别催了 别催了 我马上就到了 那估计也刚上车 所以你们在两年多的 行政与反行政的工作中 大家都总结出了一套 对付对方的经验 是吧 还想谈这恋爱吗 想是想 想是想 这句话太有深意了 你就说但是吧 就是我每次和他吵架 问题就出在这儿 每次跟他吵架 他不会跟我交流 他就自己去想 然后我就一直哄他 一直找他 一直用热脸贴冷屁股 然后他从来都不 给予我任何的表态 从来没有正面跟我交流过 然后到后来 我自己就疲了 我就不想再找他了 然后他就觉得 我不在乎他了 我就不在意他了 我对他不相信 那你在意他吗 我在意啊 那你在乎他吗 在乎 那他为什么过生日 你把 这不就是 就是那歌词唱的吗 连名字都叫错嘛 你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事真不是我去弄的 今天两位来 希望怎么样呢 我就是希望谈一场 特别简单 然后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猜忌 就好多杂事那种 特别简单的恋爱 就是两个人 都想着对方 我希望 不说找到以前的感觉吧 就是我希望 我们两个能转变一下 现在的相处模式 可以让对方 更轻松一些 听明白了 你来是为什么呀 我来就是 觉得 他已经成为我 生活里的一部分 一种习惯 我觉得 割舍不掉 但是 我觉得我们俩又有 很多的矛盾 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啊 对 你就说鸡肋不就得了吗 就这意思吗 那在那绕绕绕绕绕 行了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 梦天 刚才那个师妹喊师哥 帮我修一下这个车 这话怎么这么压力 没说修车 不是修车 就师妹喊师哥 说师哥 她就去了 对 就师妹一喊师哥 然后你蹭就过去了 就把女朋友扔在边上了 你知道我曾经真碰上过 就是我自己这样的事啊 我搬一个电脑一体机 然后碰到我们邻居 还都相识 邻居一个男生和他的女朋友 两个人一起下楼 我要把这个一体机 搬到汽车上去 但是往上抬的时候 太沉了 我抬不上去 然后这个男生就看到我了 因为都认识 他想要来帮我 但他做了一件事 他先回头跟他女朋友说 哎 媳妇 你看他搬不上去 咱俩要不是一起过去 帮忙他吧 要不然那电脑就摔地上了 他媳妇说 哎 好啊 俩人就过来一起帮我 这就证明 这个男生非常清楚 现在身边跟我 站在一起的是谁 对面那个女人是异性 我有自己的边界感 我有自己清晰的意识 我怎么做 会让我心爱的人心里舒服 我怎么做 不会伤他的心 不会冷落到他 所以 当你真的把它 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 你做凡事都会考虑周全 记住了吗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许总 当你们觉得 双方这个生活 已经从了无话不谈到 无话可谈 甚至有一些 危险出现的时候 你们自己问自己个问题 女生 你觉得要是离开的话 你是 好 谢谢曲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